桃园县来看到路上出现了好几只流浪狗 真的很可怜 不但脖子都被橡皮圈啊 塑胶绳是勒到都没有办法呼吸了 甚至呢脖子还溃烂到差点命都没了 还好现在是已经救回来没什么大碍 但是呢可怜的狗狗现在希望能够有善心人士 能够收养它们 看起来我们一公以为是一个轮胎掉在那儿 可爱的小黑狗不知是遭到遗弃 或是不小心走丢 竟然被发现在高速公路上徘徊 甚至还被误以为是黑色的轮胎 无辜的眼睛眨呀眨 小黄狗失去了活力 趴在铁笼里移动也不动 脖子上深深的伤痕让人看了十分的不舍 近来桃园地区常有流浪狗出现 而且几乎脖子上头都被套着橡皮筋 无论是被人故意开玩笑 或者是狗狗不小心自己套上 紧缩的橡皮筋或塑胶绳 都会让狗狗的呼吸困难 严重的话还可能造成颈部溃烂致死 橡皮筋的威力是很可怕的 如果说一条饥饿的流浪狗 它为了找食物 把头埋到这个便当盒里面去吃食物的时候 橡皮筋很容易就套住了这只狗的脖子 造成它这一辈子的伤害 除了呼吁别拿生命开玩笑 兽医也劝导民众吃完便当 别把橡皮筋留在上头 否则一个不小心缠绕在脖子上的橡皮筋 很有可能就成为害死狗狗的杀手 中天新闻简直风静云 桃园采访报道